我在脸书的社团看到这张东西 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拿来把它讲解一下 因为我以前真的有学生这样写作文 看了我是笑了 可是我必须要跟大家说 你如果今天要考托福亚师 然后你真的这样写的话 那一点都不好笑 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因为一起读 好 这作文怎么样了呢 来我们看得出来 反正写个 这可能是大学论文 因为他上面写的是写个 一个叫Professor Boardman 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故意搞笑写的 Anyway 那他的作文题目就是Rosa Parks 那谁呢 就是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的一个先驱者 他在公车上 不管前面应该白人坐 他就给他坐到一个白人的前面去 你光看那个照片 你如果懂这个历史典故的 你就知道 那张照片本身就已经 他就犯法了 但是从我们现代人来看的话 一点事都没有 因为坐在白人前面又怎样 但当时就是不行 这个带不扯太多 所以他就写这个历史人物的一个作文 这样子 来我先就读一下给你听 他前面这个 你看他的老师 就把这边画一条线 表示说 他这个文章走到这里 应该要分段了 他前面这一整块 应该就是他的一个 Introduction 然后这边他就应该要分成下一段才对 这样子 好 那那可是呢 你看老师画了一个大大的差 为什么 因为这整段Introduction就是烂爆 可是说是说烂爆 但是我必须还是要跟同学说 他里面有一些是很不错的口语上的英文 所以其实文法上来说 你不能说他错得很离谱 他的句子有些写的是对的 偏偏就是不适合写作来用 我先把它整个读过去一次给你听好了 那你就听听看怎么样 要是你听得出来这里面是有不对的地方 Not good for you 要是你没有听出来的话 那我就听完完解释 为什么这不行 好 开始了 Buckle your seatbelts Boys and girls Professor or whoever is reading this at this spectacular time in your life Because in 8 short pages I'm going to learn you a thing That I only know the basics When I was in 1st and 2nd grade Or 2nd grade And the rest I learned myself About 2 hours ago So sit down shut up And enjoy the experience Of my 3am monster energy ADHT medicine induced Self hatred fueled Writing extravaganza About Rosa Parks And what you are going to read Is damn near the best thing You will probably read In 30 minute time frame 结束 Now换行 本来好像Rosa Parks is one of many people ��다将讲下去 好刚刚是真的乱七八糟 可是我还是在想调一下 我以前真的有写作班的学生 写过类似的东西 就语气很像 那这是口语的英文 而且它 当然里面内容 其实真的是乱七八糟 上来我们一句一句看 但里面有些片语 还是值得看一下 所以他开头说了 Buckle your seatbelts Boys and girls 所以你写这篇文章 是写给教授看的 没有boys and girls 那你或许你问我说 那难道可以换成professor吗 buckle your seatbelt professor 还是不行 buckle your seatbelt 就是把你的安全带系上 那把你系上干什么 这个片语用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片语不是错 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像例如说节目主持人 再介绍一个 我们接下来节目很精彩 大家准备好 大家准备好了 抓紧你的座位 不要看得太精彩摔下去之类的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情况下 对着观众说 因为我要带 比如说假设我想象一下 我要带你去一趟 很精彩的影片旅行 I'm going to take you on 什么样的一个ride 所以这时候我们用这个片语 是非常OK的 buckle your seatbelt boys and girls 在这个写作中很不OK 所以他说boys and girls 逗点 professor或者谁谁谁 不管是男孩或女孩 或者就是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教授 所以他好像也有提到教授来 逗点或professor 或者谁在读 professor or whoever is reading this 不能这样说 不管你是教授 或者是谁谁谁 有在读这篇文章的人 所以其实写作 在高中的时候 老师就会教说 你的目标观众是谁 现在大家都很会说 TATATA 就target audience 没错 在当年我们高中生学写作的时候 也是老师会这样说 说你这篇文章写给谁看的 你自己要有一个 所以你的target audience是谁 会决定说你的文章 要写多么的serious 这样子 好所以他明显就错了啦 这样子 so whoever is reading this 那到底是谁读呢 你没有讲清楚 所以在这一个 spectacular time in your life 还讲到说 你人生中非常美好的片刻 在读这篇文章 那所以准备好了 buckle your seatbelt 因为because 在短短的八页中 我就要告诉你 后面这件事 so in eight short pages I'm going to 他这里打错了一个字 应该是teach you a thing or two OK不是learn you 所以他把学这个字 跟教这个字 讲翻了 so I'm going to teach you a thing that I only know the basics when I was in first or second grade 所以我要教你一个 教你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在小一小二的时候 只知道一些基础的 但是呢 在过去的半个 在两小时前 我去把它学得比较通透了 这样子 所以你讲这个干什么 so I'm going to teach you a thing that I only know the basics 所以我只知道基础的 when I was in first or second grade 而剩下的 我是在两个小时前学起来的 and the rest I learned myself about two hours ago OK 好 所以请你坐好 闭嘴 然后享受一下 读我这篇东西吧 so sit down shut up and enjoy the experience of后面这个东西 你看是什么鬼 好 你不可以对你的观众 说这些话 坐下 闭嘴 好来读吧 这样子 the experience of what 所以这边还用了一个非常长的复合形容词 全部用这个一杠一杠 hyphen连在一起 这其实不是说这是错 其实还蛮好笑的 但是总之写作你不可以伸这么长的复合形容词出来 这是不行的 那他这个复合形容词这么长到底在说些什么呢 就是凌晨三点 然后喝了很多的那个怪兽饮料 也就是红牛之类的 所以3am monster energy 就monster energy的饮料 然后ADHD medicine 所以还吃了很多的那个 就是集中注意的那个药 你知道ADHD吗 就是过动那个注意力缺乏症候群这样子 ADHD medicine induced 所以这是由ADHD的药来诱发出来的 所以ADHD medicine induced 而且又充满了这个自我仇恨的厌恶自己 self hatred fueled OK 所以充满了自我仇恨 self hatred fueled 这三个大概走在一起 然后最后这是一个我的写作的一个大爆发这样子 writing extravaganza 所以整个再读一次给你听 3am monster energy ADHD medicine induced self hatred fueled writing extravaganza 不可以这样子 OK有关谁呢 about Rosa Parks 然后你接下来 这个在30分钟内会读到的这一我的写的这个八页的这个东西呢 大概就是你人生中读到最棒的东西了 讲这种反正就很搞笑了 so what you are going to read is damn near the best thing you will probably read in the 30 minute time frame 这样子 你会读到这个东西 或是你在30分钟内读到最棒的东西了 好所以这整段就是乱七八糟 OK 那或许你可能会问我说 如果今天真的要写一个这个Rosa Parks的作文的话 用怎样当开头啊 好我们就稍微再多讲一下一下 如果今天是一个好的这个 intro的话要怎么写好了 好我们说简单一点点 一个intro里面 有的老师会先说讲一个hook 我是连hook都很难得教了 我说真的因为我觉得intro里面的最大一个重点 就是要有一个thesis statement 这句话要能贯穿你整个文章 整个文章 所以你一定会提到Rosa Parks 因为反正这就是你要探讨的人 对不对 那thesis里面呢 最好就一个立场 OK一个立场句 所以你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题目都有立场 可是你却在Rosa Parks的题目上 还是可以有立场 你的立场可能就是 我要证明他是在黑人的这个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比起马丁金恩博士比起谁都更重要 他才是最重要的人 这就是我的立场 对不对 所以我要用我的这个八页的文章或几个文章来证明给你看 为什么我说的这个立场是对的 OK 所以stance这样子 然后除了讲stance之外呢 还有再另外一个重点就是 你要把你接下来八底讲的东西 如果我们讲的是高中作文的话 或者托弗亚斯的作文的话 你最好就有三点或者两点 其中一段可以写成一个我们说的让步段 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说 但总之呢 可能就是你的 如果传统一点就三个点 所以在this statement里面 要能够把这个东西给layout出来 才可以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话 那this的前面的几句话 有时候有的老师就会称到我是一个hook 就是读的人要觉得说 我光看了前两句 我就很想欲罢不能的看下去 把整个文章读完 所以你要能够抓住你的观众 OK 所以如果我今天真的要证明Rosa Parks 是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角色的话 我可能开头就会说 我在历史上黑人的平权民权运动里 有非常多的重要的人士一一的出现 而在这些重要的人士中 有一个人他有最独特的一个位 的一个历史定位 这个人就是Rosa Parks 这就是我的开头 随便就讲出来了 对不对可以吧 OK 好那可能我的题目不是这个 我们换一下好了 例如说我要说我还是讲Rosa Parks 可是我的题目是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权运动中 我认为Rosa Parks是里面最强的 所以我不是比美国 我是比全世界 比如说拿干地出来比对不对 例如说拿还有谁啊 还有谁是民权主义者 除了这两个干地跟Rosa Parks之外 好啦要我临时想想不出来 我其实跟同学说一下 我这个是没有准备的 我所有的影片基本上都是没有准备 我只有准备好这一张 就是这一张 然后我看了一下里面的东西 我就觉得可以做就这样子 所以我现在在教的这个东西 我现在在教你怎么写这个东西 我也是 真的是及时发挥的 所以again回来这里 如果今天要把Rosa Parks跟干地 或其他的民权运动者 全世界来比的话 我的hook怎么写开头 OK我的开头可能就是 世界上有很多在各个不同的国家中 都有民权运动的发生这样子 因此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多国家中 已经就是Civil Rights 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很uphold的一个价值 这样子 因为多谢了这些人这样子 而在这些人之中 我认为Rosa Parks是最了不起的 你看回到我的题目了 对不对 所以 然后我就进入我的Thesis了 所以为什么我认为Rosa Parks是最了不起的 然后呢 我就讲出三个点来 如果是高中生或者托弗亚斯的作文的话 OK 那当然让步的写法可能就会是说 例如说我刚举了干地嘛 Right 那我可能就在我的第一个八底段 说干地是一个很知名的 怎样怎样 那大家认为他很厉害 讲述他的一些丰功伟业 什么就是那个非暴力的抗争 拿什么这些的 可是我认为跟Rosa Parks相比的话 干地还是没算什么 然后接下来的两段 我就用 站在Rosa Parks的角度 认为就是怎么去解释他才是最棒的这样子 OK 那在时间关系我不要写那么多出来给你 如果今天真的要把我 我要把整个写出来的话 可能就要再花更多的时间 或者录成另外一集了 我们就 Let's not go there 可是希望 你要准备托弗亚斯的话 看了这个影片之后 你会比较有点概念 OK 所以intro的写作是很重要的 OK 在一个文章里面 intro是一开始的第一段 很重要 那当然 托弗亚斯的话 可能就 你的八底可能就是 三个 两个当然也不是不行 可多半来说 我们建议同学一些三个 然后conclusion就是做结尾 conclusion的重点就是 没有任何的新的information 你只需要重复讲一下 rephrase你的intro就可以了 这样子 那再多提点一下下 至于怎么开始写 所以建议同学不要跳进来 直接写intro 那是不对的 OK 我们你想到一个什么点 先写第一个八底 然后写一写可能第二个点就出现了 那就继续写第二个第三个 这样子 或者你如果要把第一个当作conclusion来断 就让步写法的话 就是先写写干地的话 你也可以反正先写一下干地 然后说干地不是最了不起的 Rosa Parks才是 这时候你写到这边 可能他你的论点就自己就出现了 其实写完这些八底之后 再回去补一个intro 这才是比较好的一个顺序 OK 我讲的有点快 这个其实在我的那个写作课的 一打一个多小时的那个影片里面 其实都有 那有兴趣的自己可以去补看一下下 那补补也没关系 反正这边听一听也不错啦 好 拉拉杂杂讲了一下 其实今天讲的重点是写作呢 不可以用这种口语的方式来写 这才是今天要讲的重点 后面这些都是额外说的 好啦我是Paul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